智能电话的出现 可谓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模式 改变了我们社交的模式 娱乐的方式 对Alan来说 也都改变了他摄影的方式 热外摄影的Alan 从前要随身攜带相机出街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轻便的行装成为他首要的条件 iPhone的方便 快捷、轻巧 变成为他最佳的拍摄工具 Alan发表Iii 系列可谓似于偶然 在密集的公共旅程中 无论在逛街或者在塞车的时候 当他见到有趣的情景 或者美丽的构图 他就会使用iPhone来拍摄它 他将照片停成图案画面的方式展示 是为了将列印尺寸有限的iPhone照片 通过重复排列 变成无限延伸 令展示可以更加灵活 而将单一照片重复排列 发展出一种图案式的视角效果 创造出另一种阅读结构和内容的可能性 Alan也将照片加上iPhone的外壳 令照片呈现一种状态就像在iPhone看的一样 除了令照片平成图案时保持视角上的统一之外 也算是向iPhone这个革命性的产品致敬 无可否认 iPhone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节奏和交流方式 它的框架就像可口可乐的瓶一样 成为当代生活文化的符号 Alan期望 Iii不仅被看成 攝影作品 亦是一种属于当下的生活形态的表达